美方误称中国搞所谓恐吓 胁迫 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 第一 在台湾问题上 到底是谁在搞恐吓和胁迫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也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明确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 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想问的是 难道中国军舰是去墨西哥湾 药物扬威了吗 第二 在全球范围内 到底是谁在搞恐吓和胁迫 美国哪里还满足于恐吓和胁迫 美国近250年历史上 仅有16年没有打仗 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 军费连年排名世界第一 达全球军费总开支的约40% 我要再次强调 中国从来无意恐吓谁 但谁的恐吓也不怕 中国也不想胁迫谁 但谁的胁迫也没用 中方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该充分意识到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要采取越见玩火的危险做法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自身力和台海和平稳定